阿摩斯书第二章 耶和华这样说 摩押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 我必降火在摩押 烧毁加略的堡垒 在饶嚷、呐喊、吹脚声中 摩押必被消灭 我必减除他的掌权者 也把他所有的领袖一同杀死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这样说 犹大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弃绝耶和华的律法 不遵守他的典章 反被他们列祖跟从的偶像 使他们走错了路 我必降火在犹大 烧毁耶路撒冷的堡垒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 我必不收回惩罚他的命令 因为他为了银子卖艺人 为了一双鞋卖穷人 他们践踏穷人的头 好像践踏地面的尘土 他们把困苦人应有的权益夺去 儿子和父亲与同一个女子亲近 故意亵渎我的圣明 他们在各祭坛旁 躺卧在别人抵押的衣服上面 在他们神的殿中 饮用拿剥削回来的钱所买的酒 我不是在他们面前 把亚摩利人消灭了吗 亚摩利人 虽像香薄树高大 像橡树那样坚固 我却要灭绝他树上的果子 拔除树下的根 我不是带你们出埃及地 领你们在旷野度过四十年 叫你们得着亚摩利人的地位业吗 我从你们子孙中兴起先知 从年轻人中兴起拿戏尔人 以色列人啊 这不是事实吗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但你们迫使拿戏尔人喝酒 吩咐先知说 不要说预言 看哪 我要使你脚下的地摇荡 好像满载河捆的车子摇荡一样 行动迅速地不能逃走 强而有力地不能施展他的勇力 勇士也不能救自己 拿弓的人站立不住 跑得快地不能逃走 骑马的也不能救自己 到那日 最勇敢的战士也是赤身逃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给你脚下的地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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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脚下的地摇荡